保存歷史記憶真的非常重要 由一位美國的大學教授跟攝影師 對臺灣的部落文化很感興趣 他們兩個人特地跑來臺灣 帶宜蘭南澳國小的原住民小朋友 重新認識自己的泰雅族文化 小朋友們用繪畫和攝影 回顧部落的歷史 還在自己的自拍照上面 畫上了傳統的色彩和符號 他們非常以身為原住民為榮 泰雅族的小朋友用族語做自我介紹 他們不姓陳 不姓林 不姓張 而是保留了自己族語的名字 美國的大學教授葉金跟攝影師歐麥克 來臺執行教學計畫 用攝影以及繪畫 帶一群原住民國小生 找回自己的部落文化 他們是希望能夠透過 這個美術教育的方式 讓小孩子重新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甚至把他們就是詮釋 成為自己的這個生活的一個部分 對 然後他們現在選的地點 就是在這個南澳鄉的南澳國小 兩位美國學者在宜蘭南澳國小 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帶原住民小朋友 重新認識部落文化 並用畫筆詮繽繽紛的色彩 旁邊許多菱形的符號 代表祖先的眼睛 這是泰亞族最重要的彩虹橋傳說 相傳男生會變成勇士 女生則要熟練紡織 才能跨過彩虹橋見到祖靈 而用綿線勾勒出的火紅太陽 則是泰亞族的攝日傳說 除了傳說典故 小朋友更拍下一系列的自拍照 並重新塗抹上部落的符號以及色彩 讓自己更認同部落文化 拍的這個後面的這個影像呢 其實是勇士 一位勇士 所以這個小孩子他可能自己很期待 自己能夠成為一位勇士 橫線條的這個色彩的部分 那其實它代表的是一種 彩虹橋的一個顏色 這兩位學者說 用藝術更能使這群小朋友 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 以及對部落的認同感